大盤回跌是外資在送禮物 大家有掌握到這個關鍵嗎 低階不追漲 這個時間點自然可以輕鬆的來獲利 你手中有AI股嗎 如果這個時間點 AI股會有一些的機會 你要不要掌握呢 務必鎖定我們節目的內容哦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陳居然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台北股市今天又是一個動盪 等於說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可以歸納出 一個操作的習性 只要跌的時候 你願意做動作 行情反攻的時候 你自然就有收穫 但是你如果跌的時候不敢動作 行情漲了才要去追 你會發現這個時間點 踩錯TEMPO很容易追高殺低的 但是今天大盤回跌 很多人會非常擔心 老師外資賣超了啦 來 外資雖然賣超哦 但是就好自己提醒大家了哦 打從11月以來的慣性 你看到外資賣超不用害怕 你只要找到行情下跌 外資賣超的那一天 他同步的索馬哪些股票 這個才是你現在操作能不能賺錢的關鍵 那大盤日線圖攤開啦 我說這邊的慣性沒有改變 為什麼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一直強調啦 11月27號那一天大盤破10日線 我們聊到 我們再一次的強調 大盤回跌是外資送禮物 因為從那個時候一直的到現在 你會發現只要大盤回跌 沙長黑或者是你看到外資賣超 一條10日均線 你可以看到這慣性沒有改變 這條藍色10日均線 只要跌破10日均線 必有買盤進來做防守 即便是收盤破了10日均線 三天之內必有買盤 把它拉回去 華瑟以今天來講的話 盤中一度下跌超過百點 你如果有發現 為什麼後面會有收斂跌幅 為什麼 他在幹嘛 守這一條10日線而已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 我告訴大家 你會看到行情下跌 很可怕 不用擔心 外資賣超 很可怕 不用擔心 他們的慣性還沒變 所以你要掌握住 低階不追漲 你一追漲 追錯股票 尤其是你昨天有看節目 我相信 恒大 早上你懂不懂得賣 昨天的節目 我們提醒大家 禮拜三開始 是一個關鍵的交易日 昨天生計防疫 沒事 沒過高 有 今天過高了 你有沒有賣 你懂不懂得賣 1325恒大 差點跌停板 那我相信說這個都是我們昨天 前天的節目有特別再去提醒的股票 1732的毛寶 我相信就是說大家你在前面兩天你有鎖定節目的內容 你都會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當然了一個最重要的 我們在節目上尤其是前天的節目你有看的投資朋友 我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 真的會噴出去飆出去 你不用擔心的 叫做股價已經騎到牛背上了嗎 你禮拜二有看節目的話 我們就已經跟大家問過了嗎 恒大包含了很多生計防疫股 他們的股價雖然漲停板 但是根本沒有騎到牛背上 所以你看到漲停板買的話 去追的話很危險 好不好 那當然今天這一根的爆亮藏黑的話 那我相信應該是有蠻多被割韭菜的 那這一邊我不是落井下石喔 他還有機會讓你逃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大家你務必要懂得 來 絕對不是馬後炮啦 你前天的節目有看 昨天節目我們已經點了一下 你明天要懂得賣 好不好 昨天節目講的明天就是今天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已經在上個禮拜的節目 就已經跟大家來聊到了 為什麼節目重點裡面 我特別把那個操作 操作的慣性 習慣 我把它寫在裡面 為什麼低階不追買 現在非常重要 如果你懂得去掌握住這個tempo 哪怕是你的股票現在還沒有漲停板 未來在後續的輪動過程都有機會 只要你懂得什麼叫做 騎牛背的股價跡象好不好 我們都已經帶過幫大家來分享過 他後面會帶出漲停板 所以你的關鍵是在股價也沒有在牛背上 股價沒在牛背上的 你去追現在來講的話你就會知道 除非你會抓時間週期啊 我相信就是說我們在那個LINE的這裡 已經在上面寫得非常清楚了 本週三開始留意逃命賣點一過 M頭形態是市場慣用反噬散戶的資金技巧好不好 這個都已經講了 而且時間點得非常清楚了好不好 那今天早上你會不會賣很重要好不好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跟他聊到 你看節目加入我LINE小老鼠J78 你可以很明確的追蹤到一些即時的賺錢的資訊 包含了一些獨家的心法好不好 那當然了 你昨天有跟我聊過生技防疫股的 你有問一下居老師老師我的恆大 我的康納鄉 我手中這裡來講的話還有哪些生技股 你覺得今天還很強要不要賣 你有跟我一對一私聊的 我相信你根本不用去躺今天的渾水啦 今天開高的時間10分鐘 開盤10分鐘 你沒有動作後面你鐵定乾瞪眼 因為他急拉急殺 你根本不曉得怎麼掛啦 好不好特別留意 除非你真的是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那我無話可講 但是你如果是跟風去追的 那你就真的要去掌握住那個賣點的時機 好不好 我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有做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這個禮拜 我們事先跟大家來提醒的重點 你都可以收看的到 當然這個時間點 大家有留意說我的YouTube頻道的影片 那個 昨天有看節目的 今天盤中就一一的都有投資朋友來做留言了 防疫很有戲 那1325就是恆大嘛 真的像在逃命 好不好 你可以看得出來 早上開盤10分鐘你沒有動作 那13253很大 我相信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大家你都可以去驗證就好 是在節目上面的提醒 尤其是盤中針對LINE AT這邊的發文 你只要有掌握到關鍵的資訊 好不好 這是上面4個小時前 這等於說是盤中的留言嘛 恆大 毛寶 康納 因為我們主要跟大家拿這三檔來做例子嘛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我這個時間大家務必要知道 不是漲起來股票每檔都強好不好 那當然這裡我也要特別來做提醒囉 因為現在市場上因為紅基 華碩 人保 大家再去討論AIPC 那當然鷹業達我這一邊就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他的籌碼了 那這個時間點我要跟大家去聊 而且越來越多人也是很好奇 學長居老師可以在節目上 或者是在LINE AT這邊多一些的分析來做分享 AI股 大家我相信啦 你在8月份的逃命坡沒有掌握到的 9月份你不曉得怎麼逢高來做賣股的 好你現在來講年底了 算一算啦 那個積極的回檔 一個季度的時間了 三四個月的時間了 好那我希望這個時間點你手中還有AI股的投資朋友要留意了 因為AI而標的股票 因為AI標完之後崩下來的股票 接下來會有接棒的機會 但是我希望你要知道怎麼來做操作 那一個最重要的 AI股過往來講很多投資朋友會吃虧的地方就是在於他不會抓賣點 所以很容易說哇看著股票好像利多釋放出來了 真的讓你看到漲那麼一天讓你看到希望 可是你不曉得怎麼去分辨找賣點 人家在做逃命拉高逃命 可是你看不懂你跳進去 好沒有關係 現在來講的話資金有一些回歸的機會了 好好鎖定我的LINE小老鼠J78來 我這一天的節目內容為什麼特別的跟大家來提 提醒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來跟大家特別去強調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說那個資金回歸 你看我的節目應該都知道說 我在操作股票上面我會去追蹤法人籌碼 包含了最重要的是在外資的那個資金動向的部分 廣達這檔股票我相信你過去看我的節目 你都知道他的大戶關鍵價在哪裡 你都會知道250塊是我們在前面去呼籲說 哎呀外資一直在賣 你如果不賣會來不及的 好不好那一轉眼一記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 好你看外資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好好不好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如果你的廣達不曉得在下一波可以如何收回資金的 或者這一波你希望在廣達的身上討回一個便宜或者是復仇 王子復仇器怎麼樣你怎麼樣都可以啦 現在我讓你知道外資在幹什麼 好不好 最近一個禮拜他的股價有沒有動 還沒有哦好不好 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哦 你如果不會找賣點 不是告訴你 有外資這樣子趕快跳進去買 不是 外資不會那麼笨好不好 你如果知道大戶關鍵價怎麼用 包含了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他的法人的資金動向怎麼來抓 那賣點啊最重要的是賣點你不會抓的話 即便是外資買給你看 你後面來講不一定賺得到哦好不好 2376技嘉 你看我的節目追蹤我的light 好我相信啊 8月9月10月那個時候我都有不斷不斷的分享 他大戶關鍵價在哪裡 那外資針對技嘉的部分 最近來講的話有一些的動作 那我希望這個時間點不管你是想要從技嘉身上去 王子復仇 他還是說這一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手中還有技嘉的 接下來你要懂得怎麼去賣好不好 因為他們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我看的是哦 因為現在已經聖誕節了哦 這個禮拜就過完就要聖誕節了哦 接下來就是等著要準備跨年哦 好這些股票他們的機會在於元月 你要懂得怎麼來做動作 所以現在你是要做好準備的好不好 2383的台光電 這檔股票我相信你看我的節目 我們在前面這一邊都呼籲過 430塊 你要會賣 好430塊你要會賣 好不好 現在 他回跌了 一張的股票 我相信啊那大概一張也差了將近10萬 或是10萬左右 然後有的人是差更多啦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要提醒大家不是因為 哎呀這個股票 標起來了拉漲平板給你看了不是 是因為外資的籌碼有一些動作了 我提醒你接下來來講的話你手中如果還有這樣的持股 或者是你手中想要從他討回便宜的 好好把握住 元月 元月 我強調兩次哦 他給你機會 你要懂得來去抓他的買賣點好不好 3324的雙紅 這檔股票來講的話我相信啊 11月份他有一些的表現 但是整個外資的籌碼說穿了 他是沒有退的 整個外資籌碼還是在高檔的 好吧那這一檔股票 未來還有沒有機會 好吧如果你手中還有 你要知道他大戶關鍵價在哪裡好不好 那很多人因為PC的部分 紅肌那種牛皮股 昨天居然可以促漲停 好哎人保 你遺忘很久的股票 因為他昨天拉漲停 好 華碩大牛股 他居然可以拉6%的漲紅 好啊很多人就講 老師那個PC的光寶科這樣子啦 那光寶科我相信就是說 以籌碼方面來講的話 他並沒有那麼明顯的動向出來 但是在PC接棒的過程 慢慢應該在籌碼面應該會慢慢的 有一些的擴增啦 所以他的大戶關鍵價在哪裡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不管你是想從光寶科身上去王子復仇 討回便宜 把他賺回來逆轉勝 不管 下一波的行情裡面你要懂得如何來操作這一檔股票 當然啦 千金股裡面 微影 他最明顯 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這檔股票其實11月份有拉過一段 那一直到現在的 外資雖然過千元的時候 有來做一波的調整 但是沒想到 橫盤整理之後 橫盤整理之後 外資的籌碼 外資的動向 又非常明顯的來做一個回補 那當然你如果知道的話 這一檔其實是投信拉抬的股票 微影 這檔股票 他是個指標 如果 當然啦 你手中 如果有微影的 或者是你想操作千金股的 也歡迎你好好追蹤我的Light 因為第一個 你掌握他的大戶關鍵價 很重要 很多人不曉得大戶關鍵價破了 外資在砍 他不曉得那個嚴重性 很多人在8月9月的時候就是這樣 破大戶關鍵價了 可是利多一直在傳 他不曉得那個關鍵性 那個嚴重性 好不好 所以 下一步來講 然後我希望第一個 先掌握住他們的大戶關鍵價 來 那我相信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節目上 一定是有原因 我才會事先來跟大家來做提醒 那我相信過往 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你都會知道 我們在節目上 就是事先來做預告的 那個時候8月16號尾創拉漲停 我們再去預告 AI股的拉高逃命 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 好不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 後面偽創發生什麼事情 那今天來講的話 你手中如果還有偽創我必須講 籌碼面來講的話 還真沒有看到外資回頭 好 音樂達的部分 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前面的節目 前幾天的節目就提醒大家 外資還是在賣 所以針對AI股這一邊的圓月的行情 我還是會聊就是說 現在偽創還是沒有看到什麼樣的機會 剛剛我點名的機當股票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好不好 那我相信 8月份那個時候 最精華的逃命的時間 你有鎖定我LINE的內容 當時候我們寫得非常清楚 微影的關鍵價在什麼地方 好 現在他的大戶關鍵價在什麼地方 很重要 好 技嘉 那個時候很多人無法相信 哇 利多那麼多的技嘉 財報那麼好的技嘉 居然是在逃命 那我相信 當時候我們跟大家的提醒 你有掌握到的 你現在根本不會有那一個技嘉 沒有辦法翻身的問題 當然我現在來提醒 就是希望說 你掌握出技嘉最新的一個狀態 我們在圓月跟他來做一段的逆轉勝 好不好 如果你手中有廣達 那個時候我們就有聊到了 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8月份 錯過最黃金的那一段逃命點 你現在這個時間 我跟你講 那現在這幾檔的股票 我們剛剛都跟大家來看到外資的籌碼的 我會點名絕對有我的用意 所以接下來下一步 他們的機會在哪裡 不是要你明天試駕直接買進 好 我們已經聊到了 他還在洗底 還要突破區間 你要怎麼抓區間 那個區間在哪裡 突破了之後 什麼樣的狀態下面 你才能買進 不是說老師你點名說 廣達這一邊外資有回頭就馬上買 不是 好不好他有一個醞釀的過程 所以我告訴大家 AI股這一邊大軍回歸的機會 他選擇的時間應該會是在年底 串聯跨年這一段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所以你手中有AI股的投資朋友 或者是你想從AI股這一邊 王子復仇記的朋友 掌握住這一波的機會 好不好 好 今天大盤回跌 我還是這樣一句話 預先的做好選股 回跌是外資在送禮物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所以我從來在節目上都告訴大家 你要低掛不是去追 今天外資賣超了對不對 很多人很擔心 老師 你所預告的連續買超 現在九連買結束了 今天賣超結束了 下一段 這邊怎麼辦 我們明明在Light這邊提醒 聖誕節前後 好不好 我們節目應該也有提醒大家 你不要等到聖誕節過後 外資再拉一波買超 你再去追 那時候大盤如果快攻 你去追 有沒有 我相信後面我們一起來撿重播帶 好不好 你現在不要去思考 總賣超總買超是多少 你只要去看 最好是跟大家預告 有沒有那個跡象有沒有出現 連續買超 有 都已經告訴你 聖誕節前後 好不好 聖誕節前已經拉一段了嘛 九連買了嘛 下一段 就是聖誕節後 你只要記住這個跡象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操作面 我們把股票的一個標股程序 都把它列出來 你抓到這個程序 你自然而然 哎呀 為什麼股票忽然之間會往上拉 原本的大牛股 很多人遺忘了大牛股 有沒有 那個這個禮拜 宏基 人寶 華碩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今天你看一下盤面上面的行情 你會發現 哎呀 新一波的大牛股 那個航運股今天居然也 拉漲停板 那我希望就是說大家 注意 一個區間完突破完 你怎麼去抓他騎牛背的跡象 他後面來講大漲6%的藏宏 或者是那個漲停板的藏宏 其實說穿了今天的行情股 就是跟前面的 宏基 人寶 華碩 一模一樣的手法而已 來 那我希望這個時間點 跟大家一起來做一個分享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你把這樣的行情簡單化 那這個簡端化的過程 你自然而然會知道 哎 就好是希望你 不要把行情弄得太複雜 我們就聊到不用去盯美國股市 那明年 聯準會那一邊會有降息的預期 好 那你也要知道怎麼操作啊 也不是閉著眼睛啊 降息大家買大家一起賺 不是 來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禮拜 先由電子的PC股來接棒有沒有 那他們都一樣都是那一個 洗完底部之後 然後在一個區間整理之後 突破箱形區間 然後再出現一個騎牛背的跡象 然後就帶出藏宏棒 也許是大漲6%7% 那也許是就是漲停板給你看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2609陽明 因為今天它是航運股裡面漲停板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洗底的過程 它一樣 至少都會出3個月的時間 大家你有沒有想到 洪跡啊 促漲停之前 那個人保拉漲停之前 華碩大漲超過7%之前 它們也是前面這個層級的一大段的時間 那你從這個相同的道理 那個標股程序去看一下 陽明你可以看一下 洗底3個月 然後一個區間突破之後 今天這個漲停板之前 它有沒有在牛背上 我希望這個時間 大家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10日線有沒有翻起來 5日線沿著5日線再往上走 你的股價如果呈現這樣的一個跡象 所謂騎牛背的跡象 漲停板 自然而然就會發動 這是航運股今天可以讓你看到的 那你可以看到去對比一下 昨天 觸漲停 我就是要講紅肌 為什麼 因為它牛皮股嘛 很難漲停啊 可是它昨天觸漲停嘛 你可以看一下 前面洗底是不是也3個月 然後突破區間之後 是不是站在牛背上面 這是10日線 這是5日線 這樣子一個騎牛背的跡象出來 漲停板是不是就自然被帶出來了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可以再去對比一下 因為紅肌那個人保的外資籌碼 我們其實都已經跟大家反覆去介紹過 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也跟大家聊到說 我為什麼要帶會員 去卡位部署那些股票呢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 陽明漲停板了 外資的籌碼在幹什麼 好不好 換句話講 當你已經看到區間被突破 代表什麼 它洗底的過程已經結束了 區間突破之後 你如果懂得去抓 騎牛背的那個股價跡象 然後去對比一下 法人的籌碼數字 籌碼的趨勢變化 自然而然你就會知道 什麼股票 為什麼它會漲停板 當然 你如果懂得去抓這個程序 自然而然會抓得到 下一檔漲停板的股票 可能是誰 好不好 特別留意 好 那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 那個其實我一直講 你不要去看那個 美國股市下跌 台北股市下跌 外資賣超了 去看一下 賣超的時候 它去加碼什麼股票 或者它底部吃貨什麼股票 前面這一邊 外資在賣超的時候 或者是剛剛我們有聊到 11月27號 大盤跌150點 那一天外資賣超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它準備要去什麼 吃貨什麼股票 當時候的長榮有沒有大漲 沒有 當時候的華碩 紅基 人保也都沒大漲 好不好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知道 那個慢慢的 這個跡象在複製 擴散到非電子了 但是最重要你要記得 這一波的行情 一直到明年的元月 電子還是主角了 所以 行運股的部分 我這個時間點要提醒你 因為它今天大漲 有那個陽明拉漲停 那我希望你看到外資的籌碼的話 特別留意 他們的關鍵 能不能在進場的關鍵 是在下個禮拜 所以你鎖定我的LINE 我們會來針對 航運股來做提醒 這一檔 萬海 它有一個關鍵 好不好 你如果下個禮拜 懂得去看一下 萬海發生什麼事情 自然而然 我們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LINE盤中會提醒你 這個跡象有出來了 不錯 航運股應該後面還有一段 你如果想要掌握到這樣的資訊 鎖定我LINE的內容 好不好 來 這個時間鎖定就好是LINE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即時的搜尋到很多的關鍵訊息 那當然你的股價是不是在牛背上面很重要 因為攸關到你的股票 未來會不會拉漲停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去判斷你的手中持股 未來會不會飆 鎖定我LINE 好好跟我討論一下 因為下一檔 騎在牛背上準備發動漲停板的輪動股 我們已經在代會員陸續在做卡位了 好不好 上個禮拜 禮拜五盤中我們聊到了 上個禮拜也是一樣 有一個買盤在尾的一個行情的變化 當然今天來講的話沒有買盤在尾 今天這個行情 今天這個大盤的走勢 它不叫買盤在尾 好不好 所以這個不是說拉尾盤就是買盤在尾 特別留意 你如果看不懂 不是說老師拉尾盤就是買盤在尾 不是 你要看得懂大盤這一邊 它的盤太變化好不好 那這個我沒有時間跟大家來分享 但是我們在Lite這一邊已經跟大家提醒了 而且是直接送給大家賺的 3515的華擎 那華擎今天的走勢 大家可以比對出來 它有沒有理大盤 沒有嘛對不對 來 那我希望這個時間大家 你務必要知道 我會跟大家一起來去分享這一些的關鍵資訊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 來 你現在還在想AIPC喔 你現在還在想說 AIPC還有哪一檔 還是說我那個拉漲停的 紅機還能不能買 人保還能不能買 欸 華碩大漲了 它還沒有漲停板 你想要賺它漲停板是不是 我說這個時間點 我們節目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跟紅機華碩 那個人保相同複製情態的 現在發生在板卡啦 3515的華擎 這樣的一個奇牛背的走勢 非常的明顯 當然啦 我在這一邊 它今天已經是255塊了 你這一邊沒有卡位的 我這邊分享給你 那我希望就是說 到時候我會員在享受漲停板的時候 Maybe 你懂得去買 你懂得找買點 你也許可以享受到 當然啦 你如果不會找賣點 那你就要特別留意 那個這個時間 這個我們的 這個做教神居的股票 主要是在於 上個禮拜五 這一邊有一個很明顯的 市場資金的輪動 它的資金在這一邊 有資金進來做換股 換股進來了 好不好 所以有一些股票你去追 忽然之間 漲不動了 原因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 有一些標股已經創新高的 它被抽出來 卡位在華擎身上 卡位在板卡低金席的股票身上 卡位在你現在所看到 拉漲停板的陽明身上 你甚至我們都已經跟大家聊 AI股這一邊有幾檔 我剛剛有點名到 外資的資金偷偷在回流了 好不好 那告訴你 你不要那個等到它 後面那種騎牛背的時候 你不曉得怎麼掌握 那當然最重要 你要先懂得怎麼賣 抓賣點 先知道大戶關鍵價在哪裡再說 那今天你追蹤我的light 那我相信我們就已經寫得非常清楚了 好不好 華擎 我的會員 這一邊來講資金 會員等級夠的 基本上已經完成卡位了 因為我會抓合理股價 好不好 那後面來講的話 那你如果看節目 願意去拉抬華擎 謝謝你 但是我這一邊要邀請的是另外一檔 即將要開牌亮相的座教神居 好不好 今天大盤回碟 我們早上就完成卡位 今天來講我相信 我們在light這一邊也提醒你了 而且都把這個截圖畫面都送給你了 都告訴你了 你早上有來做卡位的 它後面 大盤今天不是有拉起來 人家他不到時間都開始拉了 我幸好有成交了 幸好我們有低接了 來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 我希望說你不要只是看戲 我們這一邊是扎扎實實 真金白銀進場的 我們在節目上也告訴大家了 這一檔股票 外資已經在加碼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合理股價的範圍裡面 我希望你要好好把握住 當然啦這個時間 我們一樣啦 我不是空口說白話 那這是我們 會員的訊息 好不好 那個12點54塊尾盤的時候 那一檔股票 做教神區那檔股票 真的有拉起來 好不好 不然我早上開低的時候 很多人因為開低大盤下跌會怕 最近這段時間大盤只要回跌 或是開低的時候我都很忙 因為一大早一定要有 那個讓新會員那個股票一定要 確認他有買進 好不好 那當然賣股票的時候 像昨天 好 那個鴻基促漲停 我就是要花時間去確認 那個你真的那個會員 你有沒有成交 有沒有賣出的 所以你要記得啊 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跌的時候你敢出手 漲起來的時候 創新高的時候 你才要股票賣嘛 不是那個漲起來你去追 突破長紅你去追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不好 做教神區 我們現在慢慢的 第二檔股票 慢慢新會員在做卡位的 我希望這個時間 你不要等到我一檔接一檔 然後都漲停板開出來的時候 你才用追的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你一定要有一個企圖心 我不要等到股票漲停給我看 我才知道要買他 你要事先做好卡位 你要那種決心 企圖啊 我要在股票還沒拉漲停之前 我就先買好 後面要等他拉漲停 你要有這種決心 好吧 今天漲停板只有八檔 那我相信說這一檔華裔 大家應該看他快爛掉了 對不對 我從上個禮拜的節目 一直講到今天嘛 他幾根漲停了 我們途中卡位的新會員 都可以享受四根漲停板 好不好 那當然啦 這個概念 我們一講再講 而且是我們在節目上面 就是 那個上個禮拜四 開始跟大家去強調說 低階 不追買 那個重要性 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跟我的會員講 現在的行情就是不能追漲 不能追漲 承柱器低掛成交 會有驚喜 華裔就是其中一個驚喜 那當然啦 你在上個禮拜 有跟進人保最後一批的那個部署的 你就會知道 現在人保也是驚喜了嘛 對不對 前面你有跟著一起去買紅機 因為紅機真的說穿了 有一些會員他會懷疑 老師 我交會費你叫我買紅機 有的人會懷疑 你知道嗎 但是後面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會帶你買的 好不好 上個禮拜四 就是早上卡位的 這個因為會員訊息早就公開了 你都知道103嘛 對不對 四根掌停板 那我們就是扎扎實實的 坐在外資的轎上 好不好 那這檔股票我相信 你看我的節目 我不是只有上個禮拜講而已 好不好 他騎牛背的跡象在什麼時候 我們早就已經分享了 第一波買進的會員 那個最低是87塊 那當然我們那時候 第一波是控制在90塊以下 不會超過90 87-88那邊 那當然第一波買進的會員來講 他可以賺6成了 而且1 2 3 4 5 6 6根掌停板 好不好 6根 6根掌停板 不要說 我沒有提醒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們跟大家聊到吃魚的概念 我們要吃的就是最肥的這一個階段 這一段的魚肉 我相信我賣掉安國 我賣掉富金通 那個股票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我不是唱衰他 今天安國還不錯 可是你會發現 當我賣掉之後 他就不是用噴的了 關鍵就是在這裡 好不好 那我相信 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去算一下 安國的掌停板 5支 對不對 華裔6支 對不對 那個富金通7支 差不多了 你不要再去買華裔了 這個時間點 我告訴你這件事情 就是不要你再去追華裔 不要看我的股票 老師我因為你的節目 我去買華裔 買啦 千萬不要 好不好 我都特別的把上個月的標股代表做算他幾根掌停板 我已經告訴你 我已經暗示你 我差不多幾根要賣 好不好 那當然我要特別去提醒 我今年一整年 2023年的那個英雄榜 前五名的英雄榜 獲利超過120%的 你可以看得到 四檔是AI股 四檔是AI股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特別在節目的尾聲告訴大家 你如果手中有AI股 或者是這個時間點 你想從AI股身上王子復仇器過年之前 你想要從他身上報仇的 好好掌握住這一波的機會 小小鼠J78 我們一起來賺錢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